花莲这场大地震传出许多灾情 其中位在花莲市的汉坪酒店 也出现了严重受损 墙壁开裂大面脱落 一楼齐楼柱 大片磁砖也剥落 画面触目惊心 花莲汉坪酒店今天发布资讯指出 为了确保旅客及员工的安全 已经决定暂停营业 进行必要的安全检查以及评估工作 暂停营业可能会对已经订房的旅客造成不便 将会全力协助后续的安排 这场大地震传出多处灾情 其中位在花莲市的汉坪酒店出现严重受损 墙壁裂开大面的脱落 一楼的棋楼柱也大片的瓷砖剥落 画面触目惊心 为了确保旅客以及员工的安全 已经决定暂停营业 另外历史悠久的花莲国军英雄馆 发生外墙军裂的情形 馆方忙疏散旅客宣布修管一个月 初步清查 住有裂缝裂得蛮严重的 一楼以及到地下室之间都有蛮多的受损 那三楼以上的房间都反而都是安全无遗的 对于原本已经订房定席的人员 将逐一电话通知办理退款等作业 在清明廉价之前发生规模7.2地震 最大震度在花莲 墙震导致道路摊坊 建筑倒塌 冲击花莲观光旅游 目前陆续仍有余震 花莲各饭店也都提出相关的措施以及不误 民众可以致电询问 记者综合报道